近期 随着美国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加上美元霸权遭到滥用 美元信用很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应对潜在美元霸权崩溃的问题 俄罗斯 德国等13个国家 已经运回或要求运回 存放在美国的黄金 虽然中国央行目前还未宣布运回黄金 但是最近已经打破沉默 开始发出新的信号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末 中国央行已经连续8个月增持黄金 将黄金储备量提高到1936.5吨 此外 全球其他央行 也在加快购买黄金的步伐 世界黄金协会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球央行竞购金量已经达到374.1吨 同比增幅高达57% 各国央行增持黄金 一方面是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看好 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元的不信任 看来即便美国想重提金本位 借此来巩固美元的霸权 也很可能是徒劳了 环球热点 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